很多明星入驻快手和抖音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 通过看他们拍的视频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并没有怎么用心 只是在有新作品发行的时候 才会发视频 借助平台的流量帮助其宣传新作品 网红的下一步就是明星 娱乐至上的时代 当明星是多少人心中的梦想 不仅有着万众瞩目的光环 还有着普通人无法想象的高收入 可谓是名利双收的职业 网红和明星之间的距离还是很大的 网红生存在主流媒体之外 起点参差不齐 拥有一定数量的粉丝 说直白一些就是有点上补了台面 明星相对来说 综合素质要高一些 被大众所接受 还真有这么一位大家熟悉的明星 他把网红当作了主页 在快手和抖音迅速吸引了千万粉丝的关注 他就是著名的孝星和演员 郭东霖 和其他入驻快手的明星不同 郭东霖在快手是走星的 他的每个段子从编剧摄像 到人物造型和对话 都是精心制作的 表演到位 不浮夸 和网红的段子有着明显的区别 大家除了在春晚能见到郭东霖 在其他地方无论是电影电视剧 还是广告 似乎很难见到他的身影 虽然也拍过几部电视剧 但给大家留下印象的还是春晚上的小品 他一直停留在人红作品不红的尴尬处境 以郭东霖现有的条件要想在娱乐圈有所突破 还是有些难度的 老郭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看中了短视频的影响力 这才转型走起了网红路线 并在前几天在快手来了一场直播 收入也是相当可观 有的网友说明显做网红就是甘愿掉价的行为 其实不管明星还是网红 都是要生存的 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时代在发展 这条路走得不顺畅就应该另辟蹊径 也许换条路走就可能是柳安花明又一村了 对于郭东霖的网友来说 老郭入住快手和抖音就是拉近了和粉丝的距离 也希望他在这里走得更远 拍出很多更好的段子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